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强大的快速的去背的软件 它的优势在于能够一秒钟 非常快速的去除复杂的背景 因为我们都知道 简单背景的去背非常的 操作容易 而且可以操作的程序非常的多 我们电脑自带的程序就能很好的 把一些简单的背景去掉 当我们有复杂背景的话 那就工作量就非常大了 这时我们要用到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它能够让我们 经过轻轻的点击和拖拽 就能快速的把复杂的背景去除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软件 我们现在打开启动台 好了 看见没有找到这个软件 好这个软件 我们现在打开 好看到没有 这里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图像拽进来 它就可以给我们一键去背了 速度是非常的快 而且功能非常的强大 我们现在找一个软件 把我们图片拽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片 看见没有 这个图片的背景是相当的 非常的复杂 它的颜色不均匀 它后面是张壁纸 然后下面呢 是地板 也是颜色非常的不均匀 这样我们要去背的话 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一些 套索一类的工具 那的话时间会花很多 而且要调来调去的 还比较麻烦 我们现在讲一个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软件是如何区别的 好非常的简单 拽进了以后 看见没有 好我们现在的话 下面可以选取 我们可以把背景改成透明 也可以改成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改成绿色 改成蓝色 这些我们那个在视频里 可以操作的颜色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现在就点击这个地方的 开始键 Start 就是开始键 好 开始 好它已经去备完成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点击这个这边有小箭头 看见没有 这个点击这个箭头 我们就可以看看它的效果了 点击 好 我们打开看看 看是不是非常的强大 我们那个背景 把斧子的背景 就可以去除掉了 而且对头发丝 对头发的保留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看到没有 非常的快 非常的强大 好 这款软件的 安装的链接 我会发给大家 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是如何下载 好 我们打开 读乱器 在网址中 输入拷贝的地址 地址在我的视频下面有标注 好 点回车 好的 现在就进来了 这里的我们语言不用翻译 我们拉到这个网页的最下面 这个地方可以更改语言 这个地方可以更改语言 我们改成我们的中文 好 现在是中文了 我们可以直接在网友上进行操作 看见没有 这里有上传图片 你可以 拖放一个文件 好的 我们把刚才那个图片拖进来 好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 已经 完成了 已经 消除了背景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点击以后 我们这里可以下载了 好 我们点击 储存 OK 打开 看见没有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我们也可以进行登录和注册 这里我们可以下载它的工具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工具的下载 好点击 进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就有 Windows下面的 Mac下面的 Linux下面的 这个地方有下载 点击 好的 就可以 保存 好 好 我们下载以后 点击运行 OK 拽过来 替换 OK 这就好了 我们可以在网页上进行操作 也可以 通过下载的程序 来进行操作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下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 打开 启动台 点击 运行 这个程序 好的 我们再试一遍 加入一个图片 在图片里面 找到一个图片 点击 点击开始 这个地方的话 就需要我们 一些 新的我们 点击件 需要一个操作 点这个设置 点这里的设置 好 这里需要我们设置一个 API的钥匙 怎么获得呢 就点击这个 获得API的钥匙 这个地方点击 好 我们 我们 过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 进行个注册 我都已经注册好了 如果你没有注册的话 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注册 然后填入我们的一些信息 就可以注册了 我先登录我的 好 进入我的账号以后呢 我先拉到线面 给它改成中文 好 然后我的账户 进入我的账户 这个地方呢 看这个地方没有 这个地方点击这个地方 API 然后点显示 这个地方 然后点显示 好 现在就需要把我们这个 API的 密钥 复制起来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程序 把我们的API数据添上去 好 点保存 OK 这个 抠图 软件的限制是 导出大分辨率的图片 有数量限制 如果导出小尺寸的是全免费的 对于人像比较大的图片 如果只是做视频 或者一些PPT 是够用的 如果真的需要大分辨率的 那可以订阅它 它的费用的话不是很高 对于提高生产力 真的是非常的有帮助 其他的智能的抠图工具呢 我也都进行了测试 目前能用的话 而且是免费的话 就是国产的一个软件 Apple Soft 它的连接呢 我也会写到下面的 大家也可以下载 但是它在细节的处理上 还是没有 李莫尾好 它的优点呢 就是 对导出的尺寸 会比这个 李莫尾大一点 的分辨率 导出图片的尺寸 分辨率尺寸 大一点 但是它细节处理的不到位 如果我们对一些 图片的 细节要求的 不是那么严格 比如说头发吧 头发的处理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 李莫尾好 我们如果对头发 就这些头发 丝之类的 这些的 细节的 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 国产这个 也是很不错的软件 它导出的尺寸会大一点 好的 那其他的一些的话 我建议大家也不用看了 我都 一一的试过了 然后呢 还有很 基本都是收费的 所以对于简单的一些图像 就是背景啊 图像的主体背景啊 不是很复杂 那可以用电脑自带的这些图片来 修图工具来处理 我这里就把这些 对比 给大家也说了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请点击订阅